衰老,是人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有很多人不希望自己变得衰老,比如传说中的道士们,就一天到晚在列丹炉前倒住,想列出仙丹,实现不老而长生,据说秦始皇派徐府远渡重阳,也是为了获得不老之术,想再多活五百年,只可惜一直到现在,这种不老之术都没有能够实现,成为一道科学难题,但是渴望不老,渴望长生, 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坚果,梦寐以求想得到它,那么我们现在假设,假如有一天人类的科技取得突破,解决了这个难题,就好像人类发明抗生素解决了细菌感染这个难题一样,从而使人类实现了长生不老,给你打上一针抗老素,你就可以永保年轻,你的机体永远保持二十多岁的样子,不会变老,不会因衰老而亡,你会感到高兴吗? 你会想打这个针吗?那时候的人类社会,又会是一番什么样子的呢?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不幸的是,如果人类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即有可能带来的不是美好幸福,而是更加糟糕的局面,是的,长生不老以后你不会老,可以永生地活着,但是前提是,不要碰上意外,比如车祸,比如像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那样, 在老鹰从天上扔下的乌龟杂中,不要碰上突发的致命疾病和自然灾害,如果在这些情况中你死了,那你就亏大发了,没有发明长生不老之前,死了亏的不是很大,反正每个人都会死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如果你遇上意外死了,你周围人没碰上意外,就可以一直永生地活下去, 那么对你来说,这个亏就吃得太大了,你如果掉了一百块钱,你会皱一下眉,如果你掉了一千块钱,你会肉腾一下,而永生是一笔趋向于无穷大的财富,因为你在无穷的时间里,可以创造无穷多的财富,如果你因为意外而亡,这一笔损失就太大了,没有人会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综上所述,那么现在人类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幸运地活着? 首先人们会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了,什么登山飞行航海探险,这些简直就是找死,旅游也不去了,鬼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情况,飞机火车汽车也都不做了,太危险了,连接也不上了,上街可能会被车撞死,被风吹落的广告牌砸死,每个人都待在家,工作在网上遥控机器完成,工作效率是低得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反正时间多的是,没什么好急的,大家可以尽管 摸鱼摸阳公,想升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永生的上迷是不会离开的,没有了升陷的希望,普通员工摸起鱼来就更理直气壮了,即使是这样,成千上万年的摸同样的鱼,基本上没有人不崩溃的,那时候人们每天待在家里就只干三件事情, 一,每天八次给幸运女神磕头赏香,崇拜幸运之神好让保佑自己,不碰上任何意外,不吃饭噎死,幸运交取代其他三大将,成为唯一的全球共同宗教,在这一点上,人类终于达成了大度 二,不停地检查身体,买上各种仪器设备,给自己浑身上下每天找十八遍,从网上买各种稀奇不怪的保健品,做各种奇变态程度,比现在要超出一万倍的复杂养生保健,由于需求持续旺盛,医疗会变得非常昂贵 三,人们工作下班后在网上交友谈恋爱,然后自己一个人吃饭睡觉,因为要在现实中约会的话,去找另一个人的路上,也是有危险的,干脆算了吧 当然会有少数被爱情充滚头脑丧失理智的人,怀着荆轲一般的悲壮心情,在现实中的酒店里约会了,为了防止心情激动肾上线飙升,突发心脏病脑溢血 首先吃下一大堆酒心丸,再给幸运婶烧香磕一大堆头,这样一套繁琐的程序下来,男女二人基本也都失去了兴趣 至于结婚就不必了,成千上万年两人守在一起,互相看着对方,没有不发疯的,生孩子也有危险 全红过得势利弊以后,还是别生了吧,整个社会生育率负增长,总人口在不断减少,至于战争就更加不会有,没有人会愿意成为士兵 因为人命实在太贵了,各国都承担不起,打仗就免了吧 两国首脑之间因为害怕,引起脑溢血连吵架都没有,两国之间的纠纷,就在没完没了扯皮中僵持着 一扯上千年,反正有的是时间,世界终于实现了和平,和平是和平了 但是所有作为人的乐趣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一切能使人兴奋有快感的东西,都远还有危险 人们连奔跑和啪啪都要小心翼翼,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才能让人体会到生命的可贵 内心的紧迫感才会催促着人们不断地去寻找和体验生命的乐趣,才会让人们大胆去爱和被爱 假如生命突破了长度的限制,人们便会失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 渐渐变得麻木,变得对生命充满冷淡,他们开始怀疑这种生活方式 经过痛苦的思考,他们的怀疑得到了升华,从而彻底否定这个俗气沉沉的世界 他们决定像古老的历史书中记载的那些生命短暂如昙花一现,但是却充满活力的人类那样去活着 这些人开始传播他们的思想,渐渐获得了少部分人类认 这些人后来被历史书称为觉醒者,他们被当作一类,被社会排斥 于是觉醒者在现实中走到一起,在山林里建立自己的小社会 因为除了他们没有其他的人,所以天地显得无限广阔 他们可以在阳光下疯狂奔跑,率性地做任何以前不敢想的事情 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宁可率性一刻 也不愿平庸万年,他们成为一个自愿放弃长生不老的小族群 这个族群自然被各国首脑视为威胁,因为不怕死的人是勇敢有战斗力的 长生不老的人是懦弱而胆怯的 觉醒者们的存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动摇,首脑们想把他们拉拢回来 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开除他们工作,拉了他们电闸 进而限制他们的资源,双方由此产生摩擦,进而转变为冲突 最后不可避免的上升为战争,主流社会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 众多的人口,一开始他们机器人的军队在战争中占有优秀 但是他们及其居下的效率和相化的机器是致命的弱点 再加上,觉醒者们的英勇无畏 觉醒者们渐渐地扭转了局势 不断地在局部取得胜利,战果不断择打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最终在决战中击败了主流社会世界联军 觉醒者们重新建构了社会结构 鉴于长生不老不但不能发展社会 还会导致人类退步而消亡 一致决定把长生不老宣布为巫术 立法永久地废除这项技术 在以后的历史书上这一段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 曾经一度受到了邪恶法术的诱惑而走偏道路 但是最终,人类又重新走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来 这是人类的胜利